大家好,欢迎回到市城talk 相信大家也看到新闻了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新加坡在全球的护照指数榜上继续领跑 保持着全球第二位置 日本则以193个连续5年排名第一 其实新加坡护照在过去的几年里 在排行榜上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像在2018年、2020年和在2022年 都是全球排名第二 那么在2019年和2021年与日本并列全球第一 那么问题来了 区区只有560万人口的小国新加坡 是如何做到护照的全球的通行度 做到了地表第二强呢 到底是凭什么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 分析一下其背后的一些原因 顺便说一下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可以 欢迎点赞、评论并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击右侧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时刻关注我的最新动态了 如果说你有投资、理财、保险、移民、留学等方面的需求 也欢迎直接与我联系 期待通过这个频道 我们可以建立更多的连接 首先呀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享有192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资格 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免签对等的一个原则之上的 换句话说你对我免签我才能对你免签 你要是不对我免签我凭什么对你免签 是不是这个道理 具不完全统计新加坡对164个国家开放过我们免签 那么才获得了目前的192个免签的一个待遇 当然这个对等原则也不是绝对的 比如说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就不是完全对等的 中国对新加坡的护照是免签的 但是新加坡对中国的普通护照并不是免签 而对中国的外交和公务护照是免签 顺便也科普一下 目前中国仅仅对新加坡、文莱和日本这三个国家是单边的免签 相反持中国护照如果说去这上面的这三个国家是单独需要办理签证的 第二点两个国家之间能否达成双向的互免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来说 它的国民是否有着很明显的移民倾向 如果说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开放了免签 那么就有一种可能 就是该国的公民有可能会大量的拥入另外一个国家 如果说出现了非法的逗留、预期的不归 那么就会对所在国的入境和自然的管理带来很大的冲击 一旦出现了这种可能性 那么在这个国家在是否开放免签的问题上 就会变得非常的慎重 相对来说 新加坡是一个环境好、文明程度高、经济发达的一具国家 换句话说 其他国家对新加坡人的一个吸引力并不是那么强 哪怕全面对新加坡开放互免 那么基本上也不用担心新加坡人到了别国 预期不归、非法逗留的一个问题 第三点就是人口的体量 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 人口只有560多万人 其他国家哪怕对新加坡全面开放了免签 也不会担心新加坡居民会对该国带来旅游、就业等等方面的压力 但是反过来就不一样了 以中国为例啊,中国有着14多亿的一个总人口 哪怕只有10%的人有这样一个出国的一个需求啊 那么也有将近1亿多人的一个出境人口的一个体量 那么短时间内呢 相信会对任何一个国家带来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压力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状况啊 如果说短时间内有100万的中国居民免签入境新加坡 那么你会想象一下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场景 可以想象到啊 会对新加坡的物价、交通、住宿、乃至食品的供应等等各个方面 都会带来一个不可控的问题和挑战 所以呢 新加坡需要控制签证人数的一个申请啊 来控制入境的一个人数 否则啊 对新加坡来说呢 这个风险呢 也是蛮大的 同样的道理作为人口大国的一个印度啊 它的护照的免签的国家呢 也是很少的 道理呢 其实也是一样 作为一个人口的大国呀 这个人口呢 实在是太多了 对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啊 真的是不一定吃得小 第四点 一个国家护照的全球通行度高 免签的国家和地区多 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实力有多强 经济有多厉害 一定程度上 它反映的是 这个国家被普遍认可 被接纳的一个程度 有人就说了 一个国家给予它的国民最好的尊重啊 就是持本国的护照 在出国旅行的时候啊 无需额外办理签证 就可以免签的通行 单就新加坡来说啊 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啊 经济发展 一直呢 被外界所称道 花园城市的一个美誉啊 也是家喻户晓 亚洲四小龙 经济腾飞的一个奇迹 也是被很多的国家学习 正是因为如此啊 新加坡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认可 最后呢 我也想说一下 一个国家免签的国家数量少 并不代表这个国家不被尊重 比方说中国护照啊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啊 可以免签33个国家和地区 但这些国家呢 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国 甚至不少国家的名字啊 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 这些国家呢 尽管对中国开放免签 相信不少的中国公民啊 也不会选择过去的 中国护照之所以免签的国家少 这是由于它的人口的体量啊 国民的移民的倾向高啊 等等这些因素啊 息息相关 还有一点啊 一个国家的护照 哪怕说免签的国家很多 但是实际上 我们平常去的这些国家 也是极其有限 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国家 就像连续五年 蝉联全球护照免签国最多的日本啊 国民护照的持有率呢 也只有20% 也就是说 每五个日本人 才有一个人拥有护照 这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中 是一个垫底的状态 所以呢 大家呢 要理性的看待 护照免签国数量 这个事情 更不要拿免签国的数量呢 作为选择移民目的地的 唯一标准 好了 关于新加坡护照这个话题呢 就聊到这里 如果说你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充啊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说你有投资 理财 保险 移民啊 和留学方面的一个需求呢 也欢迎直接与我联系 顺便说一下 如果说你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可以 欢迎点赞评论 并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击有色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时刻关注我的最新动态了 好了 还是那句话 您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这里是视证talk 我们下期再见